法定新闻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加玛尤诺斯 四年前诽谤行动党八级理国议员杨美盈涉贪一事 今天有了了结 加玛今天向杨美盈公开道歉 两人达成庭外和解 野市能源及科医部前部长的杨美盈 四年前起诉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玛诽谤她 滥用雪凉俄州勒林清善计划基金的案件有了结果 加玛尤诺斯今天在吉隆坡法庭大厅公开向杨美盈致歉 这也意味着这起诽谤案正式告一段落 我现在要认识尔诺斯是一个诚实和诚实 杨美盈也是百乐镇前周艺人加码四年前就声称杨美盈滥用有关基金做私人用途 并影射她是个没有道德底线不可信任的人 言论在2017年3月21号刊登在几家报章和新闻网站以及加码的面子书 杨美盈同年6月14号入兵法庭起诉加码诽谤 并向她所偿500万领级 同时也提出多项赔偿 要求法庭发出庭令禁止加码重复有关言论 加码去年7月和今年1月分别申请撤销诉讼和暂缓审讯 但都遭到高庭驳回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